小数族裔因为中文程度不够而找不到工作 读不到大学 关注团体一直都争取政府给多些资源帮助他们 据了解政府将在下周三度发表施政报告 会有些新措施 是吗?景俊 我们讲新措施之前先了解一下 现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现在小数族裔读中文 在中学都有考公开试 不过考的公开试是英国会考的中文科 程度比香港的文憑市是低很多 换句话说 即是他们考完试都不代表他们懂中文 令他们在投身社会找工时出现困难 据了解政府下周那份施政报告 将会有一些新措施帮他们学中文 但有关注团体担心那些新措施的力度不够 阿辉六岁由巴基斯坦移居香港 现在讲到流利的广东话 两年前他中学毕业 当年考到英国会考GCSE中文科的A级 但逛逛街大部分的中文他都看不明白 觉得是menu来的 其实他是在聘工的 哦 不知道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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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上面那些都不懂得看 对少数族裔学生来说 文凭试的中文科太难 但他们又要有中文科成绩才可以考大学 于是他们考英国会考的中文科 本港大学认可 不过程度只是及香港小三小四程度 有教授少数族裔中文很多年的老师说 现在幼稚园小学的教师 大部分只懂得教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 小数族裔需要的 是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方式 我们不会教评音的 一读就是读成个字 这个其实是高难度的 非华语学生 而是他习惯了用评音的方式去学习语 他要解释一份施政报告会提出 增设学习职业中文的课程 帮小数族裔找工 但设立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 涉及投放大量资源培训老师 施政报告是否采纳 仍然属于未知之数 有关注团体说 设立第二语言课程 才可以从根本解决问题 一天你不做第二语言的课程 因为各个问题都会在 纯粹是做一些所谓 Applied Chinese 或者其他的东西 我们都会很正面地去看 但是我们就不会认为 是可以解决到问题 他期望政府先订立目标 如何平等对待小数族裔 之后再考虑资源的问题 如果一次立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 有可能在学校里面出现两套中文课程 有些学校是自发地做的 有教育界人士说 那些成效相当明显 不过牵涉到学校的行政有问题 另外也牵涉到学校要培训老师 如果单靠他们自发地做 就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条件或愿意做 所以他们仍然期望 下星期三的施政报告会有好消息 说到这里